由罗敬王力坤邓伦主演的《方神演义》正在热播中 该剧在对原小说精髓尽情保留的同时 更着重笔墨渲染了苏达吉与狐妖之间的爱情 而与同一素材拍摄的电视剧《招歌》以及《江南希》 该剧暂定在5月18号《江苏卫视》播出 此剧由吴景岩饰演的苏达吉与之前的《风神传奇》有所不同 该剧立意新颖回归正史 融合神话吴景岩在剧中饰演倾薄清传的苏达吉 颠覆观众心中 妩媚呼我主的红颜获水形象 而是不屈不脑勇敢执着 有血有肉个性十足 妥妥的白莲花少女 众所周知吴景岩三演技很好 但是以她的小身板去演苏达吉还是很让人担心的 毕竟苏达吉这个人物大家也是很熟悉了的 也知道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当然了大家也可以放心 造型师对吴景岩还是很用心的 尤其是后面的黑衣造型 更是让人感觉苏达吉又回来了 这两个版本的苏达吉 不知道大家更喜欢谁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vest 不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